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早上11点播出的明依UNCLE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娜 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在YouTube同步有直播 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在News98的YouTube频道留言询问相关的问题 同样的在半点过后我会接听大家的call in 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乳房外科杜世欣教授 教授好 米娜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此先跟各位拜个晚年 希望各位来年大家都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健康快乐 真的新年快乐 对好快又过了一年 是我们就 米娜我们又成长一年了 对对对对 又又多认识一年了 时间过得很快 对对不过不管怎么样什么事情最重要 健康 健康 对在就是刚过完年的这个时候来聊聊健康 我觉得超棒的 今天教授要提醒我们一个很棒的主题叫做千万不要驼鸟心态 对千万不要驼鸟心态 每次讲到这个我都感触很深了 是 因为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每个月都会看到驼鸟心态的人到神前来 是 几乎每个月都有 在医药这么进步 然后一般的教育水平这么高 重视在台北市 还是里见不见 每个月其实频率很高 对几乎都会看到驼鸟 对这边我们要先来定义一下 就是鸵鸟心态 教授可能这样讲的时候 可能前面的观众朋友会以为是 比如说有一个伤口没去检查 或是比如说有一个乳头流血了没有去检查 这种 不是耶 对 不止耶 对我最近 今天所以讲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最近街二连山 整间都类似的情形进来 所以就想把这种比较实际的个案跟各位分享一下 正确的健康知识 是 其实这个大概在快要一个月前 我在看诊的时候 看到蛮晚了 有一位大概六十几岁的妇女 也养女士 她见到我诊间 我说什么问题呢 她说我左边有一个肿块 然后她还把外套一脱下来 我就发觉这肿块的样子 左右的乳房大小不大一样 左边凸凸的 右边微平 表示左边一定是体积不一样的乳房 所以她说她左边摸到肿块 那我问她说你这个肿块存在多久了 她稍微想了一下说至少两年的吧至少两年的 那我想说好 那麻烦我帮你做个理学检查 那一掀开衣服 看到她的肿块 就是所谓的三期末的乳癌 因为肿瘤是五乘以五公分 那上面已经直接穿破皮肤 形成溃疡 那同时会滴血 纱布 那我就问她 那你 你现在伤口这种情形 你平常怎么样处理你的伤口 她说我 我过去这两年来我都自己敷药 伤口因为溃烂嘛 所以她就自己敷药 对 我说那现在呢 她说最近 药效果不好了 怎么敷都会还是会痛 而且常常 一拉开纱布 血就不由柱子的滴流下来 她觉得说她的药已经没效了 所以她要 其实言谈之间你也听得出 她自己也知道 不大妙了 但是她过去就是 存着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头鸟心态 所以 那我帮她做了理解检查之后 当然肿瘤是三期的乳癌 再来就是她的左边腋下呢 已经可以摸到 淋巴结了 我们普通正常人 你要摸到腋下淋巴结是 不大可能的 不大可能的 只会说你有些 淋巴肿大的状态 当然淋巴肿大不是说 淋巴肿大就一定是恶性 也有良性的情形也有可能 不过不管怎么样 当你自己摸到腋下有不寻常的淋巴肿块 不管她是怎么一回事 你一定要去找专业的医师 来帮你做进一步的鉴别诊断 免得万一是有问题 你也不在第一时间处理它 那就会演变成 越来越糟糕的情形 所以这个 这位女士呢 也就这样子的说 她严厉接受治疗 那当然 这时候她说 医生要不要赶快开刀呢 因为她急了嘛 她想说 我今天开刀 明天不就好了吗 她想的蛮简单的 嗯 可是 我们医学 还是有医学标准治疗的SOP 对 在这种三期末的乳癌 你是 不可能马上 给予开刀的 因为她肿瘤已经整个胸臂 影响的层面 范围这么大 你开刀以后 你伤口要怎么样缝合呢 缝不起来 同时她肿瘤一旦形成这么巨大 其实她周边的整个的皮下淋巴组织 可能都印含着有 癌细胞的微小转移 在淋巴 缓里或者血管里面 所以你 你重使现在把主块 主要总块 重使有办法拿掉 不用几天 不用几个月 你马上看到周边的癌块 陆陆续续一直崩出来 所以这也达不到 你真的有机会潜移的机会 所以 这时候即使开刀 第一个伤口关不起来 第二个 如果你要处理这么复杂的伤口 有时候她 她不一定肿瘤是拿得起来 因为你看 她肿瘤上面已经把皮肤穿破 可见她下面会不会往后面肌肉长 她 其实 很高的机会 后来我们做了电脑断层 就发觉 她真的肿瘤已经轻换到她的胸部肌肉了 所以你看 外面看到的是表面的伤口 溃疡肾血 下面所看到的是 肿瘤直接贴着 轻换到胸臂 那这时候你来开刀 当然是拿不掉 拿不掉 那如果说你很勉强去拿 那就会造成很大的手术的 带来的相对的变化症 或者手术的后遗症 那腋下淋巴血更不用讨论她了 都已经摸得那么清楚 都是坚硬的肿块 常常你一进去 她就粘成了硬斑斑的一团 你周边都是神经血管 大家也知道 腋下不是神经血管 是蛮多的 那你在那么勉强的状况之下 整个组织 都不大清楚的状态 你要把它拿掉 弹何容易 纵使你接着肉眼拿掉 其实也不可能干净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层面 是病人不知道的 但是病人的期待是怎么样 她觉得我今天来找医生就对了 是 我们其实常常在讲说 就是很常啊 在做一些宣导的时候 像教授也常常在节目里 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说 要赶快去检查哦 因为乳癌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而且乳癌不恐怖 要鼓励大家检查 因为现在有很多治疗的方式 可是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 大家就以为这个癌症不是恐怖的疾病 其实癌症还是一个很恐怖的疾病 对还是要早发现 早发现跟早发现 我在节目中 非常的讲过同样一个概念 早发现比你用了很高贵的智慧药 甚至很新的药都来得好 对 因为 几乎其数就已经结定你整个的 抑后的大致上的弱点了 所以你夜晚发现 不是说啊 我可以把它拖 拖到晚一点 我钱不是问题 我愿意配合 这个时候其实 健康的机会 就是一念之间 稍重即逝 而且 当你觉得健康已经远离你的时候 其实你所看到的 他不只本身后悔 然后 跟着 焦虑的 跟着受到影响的 一定是你的儿女 一定是你的先生 你的亲近家人 甚至你的亲朋好友 都会受到你的影响 这个层面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心态 我自己做事 我自己负责 有的我真的跟他讲 他还是用这样的态度 那我们也真的只能苦口婆心 啊 毕竟 嗯 我们会先导你正确的知识 但是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来谈这个知识 因为 这样的实际的病情 理事 理见不先 而且 几乎常常上演 所以这个病人呢 啊 这个杨女士 阿妈 杨女士 我进一步帮他抽血 发现他血中的肿瘤指标 CEA CEA153 已经 不寻常的上升了 嗯 不寻常上升了 一般当你发现肿瘤指标 不寻常上升 往往意味着 这个肿瘤的起数 相对的是比较严重一点 哎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说 我抽血 肿瘤指标正常就是没事 对 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概念 啊 比如说 像我们每个月 一二四个乳癌在开 哦 那但是这一个 一二四个已经确诊的乳癌 你在数前 我们一定会做详细的 一些 呃 血液啦 影像评估对不对 但是你会看到他肿瘤指标上升的病人呢 你想 会有多少 其实二四个里面 你能够看到一个上升 就已经 不简单了 是 意味着 不管任何一二三期 尤其是一二期 零 一二期这种早期乳癌 你要看他 他肿瘤指标上升 其实 不大容易看得到 所以纵使已经确定是癌症 已经马上面临要进手术了 血中的抽血 他没办法 给你警信的 更合论说 大家都是希望健康检查 靠着肿瘤指标来找癌症 所以在国外 做这些 癌症的肿瘤指标 并不是健康检查的 主要的所显目的 我想 这个观念 大家还是要小心 啊 不是靠说 哦 抽血就会让我知道 早期有癌症 这个概念还是要厘清一下 就要说这个概念真的超重要 因为现在一般 很多房间有许多的检验所 或是诊所 他有时候会贴一个 可以直接验CA153 这个肿瘤指数 那大家就误以为说 我只要验了没事 就没事了 对对对对 可是其实不是 不是真的不是 但是有一个状况是 你验了也可能 不一定是真的有事 因为他常常会有烙点的一种 叫做合理的误差变异性 所以常常他会烙在正常纸上面一点点 然后红纸就现出来 这时候你就开始拉警报了 就焦虑了 然后就想尽办法 我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找找来找去怎么找 翻箱倒柜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那医生也只能告诉你 就目前的影像是OK的 可是这个空气警报 毕竟已经响了 是真的已经响了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空气 其实大部分不是 那就是因为他的 他的常常会有所谓的 异常的素质上升 但不是真正意味着肿瘤的癌症 因为有一些肿瘤指标 其实在发炎状态都会上升 像你常见的CEA 他有胆结石 他有肝脏发炎 他有一些肠胃道的发炎 他有抽烟 一些相关的吃基因子 其实他会跟着高的 所以你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特异性的代表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就靠他 我就有办法 像魔术师一样 就可以看到我的显微世界 我想这个概念是蛮重要的 是就是当我们有做这个CA153 这个肿瘤的这个指标检验的时候 如果今天都没有事的话 就是也不要轻忽 有事也不要焦虑 所以我们就看看我们的照片 实际这个诊间的病人 这第一张照片 对 那各位看看 哈沙波浴流下来 马上整个沙布上都是血迹斑斑 哇 那他的皮肤直接已经烂出来了 那相对的他的肿瘤 往后已经黏在他的胸肌上面了 这样的5公分乘以5公分的一个溃疡 上面穿皮肤下面吃肌肉 就是所谓的三期V的乳癌 三期 那再进一展下去是什么期呢 就是癌症的最后一期 叫做四期乳癌 是 因此这个病人呢 我在 我伤口是这样子 他想要我直接开刀 当然我不可能答应他 我还是帮他做了一个出针穿刺切片 我毕竟一定要知道他生物标记 因为会决定我未来在手术之前 就是有机会手术的时候 我要手写的药物的方向 那这个病人出来 真的跟我们一起一样 是侵袭性的乳管癌 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生物标记 叫做人类上皮生长因子 第二对蛋白塑体 所谓的HER2的蛋白质 这个基因是过度表现的 因此呈现了HER2阳性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 用药的机会来的 契机来的 因为现在 只要是乳癌里面HER2阳性 那你就可以 妥善的应用化学治疗 加上标靶治疗 对 而且 在转移性的乳癌来讲 他只要有HER2阳性 反而比转移的病人 没有HER2的抑或会更好 为什么 多了一个武器 对 多了一个抗HER2的标靶治疗 对 当然标靶治疗 大家也知道有牵涉什么 单标靶 双标靶 那毕竟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而是这个病人 确实是HER2阳性 所以我就知道 我可以诉前 我既然 不答应他马上所诉 我总是要治疗他 那就跟他安排了 换个人工血管 准备来做化学治疗 以及标靶治疗 当然像这种奇数 其实刚开始临床是三奇 可是我后来帮他做了肺部S光 那我们看看他的肺部S光 各位看到影像中你看到的什么 他的肺部你看左右边是不是充满了一颗一颗像棉花状 对 我都点边 而且过明显的 嗯 非常的明显 嗯 这个专门的影像血或者一般医生看也都知道 这个高度怀疑是转移性的肺 肺部 肺部 那当然 以这样情况 最有可能的逻辑 大家也都知道 嗯 乳癌已经跑去肺部了 对 那已经不是三奇末了 对 所以这个奇数会 临床奇数会随着你的影像 变更 变更 那这时候这病人已经叫做 四奇乳癌 四奇乳癌 那其实 这个病人我也欠他 他也愿意听进来了 说好那就 反正急着手术也不是办法 那就用药物吧 愿意勇敢的面对他 结果这个病人 啊 就在我跟他安排这些治疗计划 有一天晚上 啊大概 九点还是十点左右 啊 我收到了 呃 医院急诊室给我的来电 哎 我想说今天 这开刀都很顺利啊 应该病人不会有任何状态才对啊 最近没有病人有什么 不能疫情的结果 怎么会有病人从急诊来 他说杜医师这是你的病人 他讲一讲他的这养女士 我马上想到了 我说阿拉他最近他不是才装人工血管 准备要接受化学家标靶治疗吗 他说 他跑来急诊了 因为他的伤口 鲜血一直滴 他说杜医师赶快来处理吧 我是觉得 他 我说那身边的 他说家人也都陪来了 你看他本身 没有好好的生活品质 他的家人 家人而你都要随时随着他来跑急诊 陪开家人不谈 医护人员 对 我也是要去面对他 想办法治疗他 对不对 所以 其实你在找治疗的时候 大家 你也 免疫病病痛的折腾 家人也不用那么的辛苦陪着你来就医 医护人员也不用这样搞得大家人养马翻的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典型的一个鸵鸟形态 那当然我们还是出面把他即使做了伤口的处置 还是告诉他 目前也不是说开刀血就止了 这不是开刀的好 好这个时机不是好时机 还是赶快用药 那这个故事又来了 用药我说 因为我们是HER2阳性 那已经市起乳癌 现在刚好政府把乳癌的病人的健保照顾得非常好 可以用双标靶治疗 因为大家都知道标靶治疗很贵 真的 可是健保对于民众的健康 真的是保护的非常好 这种双标靶一打下来 智慧是至少10到11万的价码 10到11万打一次 真的 而且这手术之前 疫迹要打六次 那一般没有健康保险的人 没有智慧保险的人 怎么办呢 还好杨女士 他刚好符合健保局 可以给付的双标靶条件的申请对象 所以我也有跟他讲说 我赶快赶快帮你申请 那这专案应该抑计 7天左右会下来 抑计 那弄完伤口的大概2天之后 他马上又回来诊监了 他说我现在都不敢动伤口了 他已经下着药死了 他说赶快帮我治疗 我说可是你的药 我已经帮你申请了 而且用很快的 把所有你的证明 所有的证据 跟影像的评估 肿瘤指标 那我想 只要他不要再说 要做切片的肺部转移的 的要求的话 应该要很快就合下来 我再合下来就跟你处理 那这杨女士又问我 那再几天我会拿大票 我再跟他议计 大概在5到6天吧 我以我们申请的过程 这时候他说 医生 我到底标靶都贵 我说打一次11万 所以你稍微等一下 因为你过去两三年 长年都在过了 怎么会急于这一时呢 这时候他身边的女儿说 我们没有智慧的保险 但是看起来好像等下去 我们也不敢等 他说我今天就想打针 那11万我致富 哎呀你听了这时候 他多急 心态的转变 对 本来两年都没有 本来很消极 现在变得很积极 是 因为整个症状都已经爆掉了 都已经快要不可收拾了 是 对你看 这个时候 健康也威胁到 金钱也要受到威胁 当然我没有答应他 我说其实你伤口 只要目前不要再有 重大的变化 差不了两三天真的 这个这个癌症的行程绝对不是 一两周一两个月 对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 在治医病的过程 你经济 你还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 考虑因素 而且健保已经依照我们的申请经验 是不会给你有任何刁难的 再两天三天就可以使用了 好的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广告过后再回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民意uncle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明娜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来自台北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乳房外科 杜石新教授 我们今天杜教授跟我们谈的是 千万不要鸵鸟心态 是 刚刚分享了一个很精彩的整间故事 一个杨女士 就是她的肿瘤 我们刚有看到上一段的这个图片 她肿瘤已经穿破了胸部 乳房的皮肤 跑出来了 很大 五成五 对然后 才想说要面对要治疗 这样子 所以可是 当你的肿瘤已经发生这么大的情况 加上我们刚刚第二张图片 肺也有很多很明显的这个转移 其实治疗室真的是会变得比较棘手 也复杂多了 也复杂 是 那我们再给她看看 好的 肺部X光 刚刚那一张显现了 都发现了转移会 会病灶 对 那我们看看她的电脑断层 这时候你看她的电脑断层 那左边的胸部当然 那个有一块很大很白的 那是癌症的显影 在乳房上 可是你看她的肺部里面 我们这个电脑断层 黑色的地方是肺组织 肺部里面充满了像不像 很多很多天空的影朵 对 像棉花一样 很大朵 很大朵 对真的 这个影像 这个一横切你就知道 是 这个不是早期的 嗯 这个搞不好 她临床症状很快就马上接着来 她会咳嗽 是 然后最后呢 会影响到氧气交换 就会觉得夫妻困难 对 她的生活品质 马上陷入了 很不舒服的生活品质 那 可是 奇数已经这样了 那其实杨女士 她觉得她一天也等不下去 所以她愿意要 要自己花钱 她以为 但是她想的比较天真一点 她以为说这个钱花下去 所以 就如同医生讲的 因为我们也跟她 一直牵她说 化疗加标靶 效果会很好 她就忍了 只要钱下去 就会好了 对 真的是她一天也等不及 当然 最后她还是 听我的建议的 没有智慧花这个钱 三天之后 我就帮她打了 健保的化学加标靶治疗 可是 眼前这种状态 当然 现在医药真的很进步 那 打了以后 一个礼拜回门诊 我问她说 因为我们打这些化学治疗 大家也知道化学治疗 最怕的副作用就是 白血球过低 对 然后你不知道引起败血症 那是有生命威胁的 常常会导致肺炎 所以我们例行 一定做化学治疗 会把它椰回诊 看看白血球的 的数量 甚至 血红素有没有掉下来 血小板有没有受到很大的 骨髓造血功能的影响 肝机能等等 那这时候 回来的时候 还好 副作用不大 那这时候她脸上 开始有点笑容了 我就问她说 心情比较好了 她说好多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很神奇 只治疗一次 这肿瘤缩小了 而且她说不流血了 她已经不会再流血了 一次就得到了 就是很明显的控制 当然我们乐见其成 对 而且鼓励她 好啊 那既然你烟一一 我们医护团队 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 来帮你 帮你治疗 那也请家属 这时候总算也 稍微安静一点了 嗯 这个是 真的整个的目前 那 当然她 我们就意记 仔细的用 啊 前后六次的 标靶治疗 加 双标靶加上化学治疗 啊 意记她会很顺利的 把伤口控制制 至于手术的 术的话题 啊 不仅肿瘤会缩小 腋下淋巴结 也会跟着缩小 是 那肺部的转移病灶 再经过 几个月之后 再评估 会如疫情的 会受到 很很 嗯 细极性 很有效的控制 那至于 要不要弄 乳房的手术 那个是以后的 主题的 因为四起乳癌 啊 手术已经不是你的 治疗重点了 是 这里我之前常有听到病友分享 就是有一些病友 确实就是像教授这样讲的鸵鸟心态 他可能已经发现了 然后他也觉得怪怪的 但是就拖过半年一年六个月 一段时间的拖 然后就像教授这样讲就是 到了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才去看诊 嗯 结果没想到药一打下去 诶 很有效 那这时候就会想说 我早早就早一点来 哈哈 因为我那时候那么害怕 然后他可能害怕东西很多 很害怕手术 害怕化疗 害怕标靶 害怕这些副作用 可是事实上 你在真的做治疗之后 我觉得 其实这个东西是并没有那么可怕的 其实不是怕药物 他们 这种这种实际的病情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五六十岁的人 上班族的年轻时髦女性 也有 职场也是也是常常碰到 他是害怕他的周遭同事知道他得了乳癌 人家会用怕人家用异样的眼光来对来看他 其实得乳癌不可耻 台湾的女性十二位里面中期医生有一位会得乳癌 对美国里面八位有一位女性会得乳癌 难怪乳癌十八年来都是残留台湾女性癌症的所谓 这有什么好见不得人的呢 现在就是国建署的资料统计 大概是二十六岁到五十五岁之间的癌症患者 大概是六十七万人 里面的乳癌就九万多了 其实数量是蛮多的 所以不要说不好意思就医 也不要怕同事知道 早期发现你会省掉很多很多的麻烦 因为有的人其实早期的时候 他的病照不明显 没有那么广泛的 他只要部分切除外形一模一样 结果他就把他拖 拖了心态拖 然后他在期待什么 他在期待也许他不是乳癌 第二个期待有一天奇迹出现 他会好 他就一直在等那个奇迹的出现 有时候这样就觉得很可惜 可惜什么样 真的很可惜 漂亮的女生 原先他只要肿瘤拿掉 外形一模一样 而且甚至有的不用化疗啊 对不一定会化疗啊 对啊 结果最后演变成乳房会拿掉不可 对 那你这样子的脱尿心态 其实完全你在冷静的想一想 完全对你来讲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对 绝对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如果能够让你重新有机会选择 当然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 是一个人生生与死健康 以及失掉健康的节者 你一定要慎思的想想这个节者你要不要 以前有听过就是比较年轻的病友 就是也是漂漂亮亮的这样 然后就是发现自己乳癌 也确诊咯 确诊乳癌了 然后有病友就说 我要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是 比如说我要环游世界这样 之类的啦 然后就去环游世界可能很久这样 结果其实跟想像 疾病跟想像的不一样 他后面的进程其实很快 嗯 一开始你可能没有症状 但后面的时候可能像刚教授分享 他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器官 嗯 他可能慢慢的就是有一些并发症 对他症状就出来了 对他可能 不知道可能会喘啊 或是覆水啊 或是一些 对覆水或者骨头疼痛啊 痛到甚至 呃行动都困难 对 其实那个生活品质是不好的 不好的 而且对 会一直折腾 而且这个时候真的 不是你说 啊我赶快结束就算了 没有那么快就 就可以了事的 对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我自己的决定我自己负责 是 你没办法为自己负责 到时候谁要为你负责 你亲爱的宝贝女儿 宝贝儿子 嗯 你的先生 对 你的老伴会非常不舍 医疗团队 医疗团队 当然是 你的健康的后盾 那更不用谈 对 这绝对 不要想说是我个人的杰择 我想这观念还是要带给大家 那我们 同时还有 第二个类似的情形 是 也是最近 诊间的实际病人 呃 因为这这这病人也是 大概我看起来差不多 六十岁不到 啊穿着很时髦 啊 柱子一看就是台北市 然后 来的时候 呃 看起来教育水平蛮高的 蛮高的 蛮高的 身边陪了 喊帅的两个儿子 以及先生 四个人一起到诊间 然后 一看 跟刚才所谓的杨领寺 雷同 一打开 又是37V的乳癌 整个皮肤 总快都已经凸出来硬邦邦 把皮肤穿破了 固定在胸臂上面 当然他没有杨领寺那么大 但是有招 至少三公分左右 我 因为我们的 临床检验也知道 跟他讲 这个应该不是 是良性的 这个是乳癌的 所以跟他 确定 切片之后还证实是乳癌 那 家人就急了 就赶快问医师 他他现在到底 是几期了 我说 这个 临床上 看起来 至少三期了 所以这三期已经给他喊声的印象 那切片之后 当然就随着 也没办法马上开刀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这种情形就是先药物为主 选择对他有利的药 手术是以后折期再说 当然接着进一步 会断定他的起诉 一样的做一些影像评估 抽些血等等的 结果一出来 电脑断转移看 虽然不像刚才他仰宇是 肺部满天星 肺部是干净的 但是 非常的可惜 整个脊椎 骨盆 多发性的骨节都受到 癌肿瘤的侵犯 啊 转移到骨头 对 骨头转移了 然后你详细问他 没有任何症状 你有没有不舒服 他说会 常常会背痛 不明的背痛 他都说我都常常想说 是不是前一阵子 爬山 爬山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扭到了 所导致的 因为有些病人 当你跟他讲的时候 他会 会把这个焦点 一直转移到他想要的答案 这是人性的心态 了解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然后下一段再继续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明依安库 我是主持人米娜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杜时鑫教授 教授刚刚跟我们分享了 就是整间故事 是 刚分享的第二个故事也是 也是 现在目前正积极的 马上要面临 治疗的一个 呃 门诊情节 是 那这位 我刚才有讲了 这位看起来 教育水平蛮高的 传组很时髦的 的女士呢 不到六十岁 那 啊 等他后来确定了诊断 我有跟他讲 大概未来的治疗方向 但是 很不幸的是 我看到了他的骨头已经转移了 那个电脑断层很清楚的看到 很多的骨头都受到癌症的侵犯 那当然 就安排了骨骼扫描 啊 就是一起的 会看到多发性的热点 就是转移热区 那这个时候呢 呃 当他们再次回来的时候 这时候家属真的满怀希望的期待 希望听到好消息 可是他听到的不是好消息 我跟他讲 骨头已经受到影响 他们就马上问我 医生你上次不是说这是三骑吗 那今天你说骨头有问题 那是什么意思 嗯 他们很不想听这个答案 但是我们站在我们的医学立场 我不能隐瞒你 是 骨头一转移就是 对我们就是看着报告 对 因为上次是门诊 什么影像都还没有完全评估的初步评估 可是现在期数已经变成四期了 对 这时候家人那种很失望很绝望的表情就出现了 那当然不只家人 病人本身的那种心情 马上可以从他脸上看到了 他变得很严肃 嗯 他变得很严肃 他就问我说 那 还会好吗 那如果不会好 我还有多久 嗯 他要做人生规划 我说先不谈这个 嗯 今天还好 你重要的脏气没影响 你是骨头的问题 对 骨头的转移不会有及时的生命危险 嗯 而且只要效果好 我们看到骨头转移 五六年七八年是大有人在的 嗯 现在的医药这么进步 所以你要有信心 打起精神 面对病猛的挑战 但这个不是只有这样 这病人 其实我详细问起来 我说你多久以前看到的觉得不对 他说耶列在去年的五月之前他就知道了 哇 我说那为什么不想来就医 大家的答案几乎都一样 那时候疫情很严峻 我们根本不敢到医院 COVID-19 其实COVID-19很多人 我有两三个住在上海的 的乳癌病人 因为COVID-19上海把他封城 嗯 结果他他被关的那个 他们好像封城了几个月嘛 对 他说他眼见着肿瘤这样子大 但是他想回台湾就是不能出来 嗯 那回来有的都是演变成非常的 棘手的状态了 所以这COVID-19 确实文先生也知道 COVID-19的影响 让很多疾病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延后的诊治 当然在治疗上就复杂多了 嗯 所以 我也相信COVID-19会造成他 不敢到医院就医 第二个 他其实也知道 他 他就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鸵鸟形态 他在等什么 他说他希望能够看到他 自己好 有没有自己好 嗯 当然现在 不大可能自己好 他也知道 嗯 那家人家人那种心情 尤其 你看 儿子很孝顺 儿子很帅 很高大 嗯 自私打理的 教育水平很高的家庭 先生的表情 当然很可惜 啊 后来呢 出去 有一个 小儿子 特别进来诊间 他说医生 我能在麻烦私底下 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说好 嗯 他说 其实 这件事情 我们在去年的 五月之前 我从 他穿衣服 我就知道那边不大对了 嗯 那时候 嗯 也有欠妈妈 对 但是欠不听 他说 为什么 为什么妈妈不听我的建议 啊 为什么家人也只有我 一直很积极的 很苦口婆心 一直想要拉他来医 可是就是 一会儿什么 COVID-19 一会儿他说他 他觉得怎么样 一会儿 可能又有他的很多的亲朋好友 我不晓得很多很多的因素 结果就是把那个timing 就这样子的 稍终即逝 对 所以这小儿子在 在我面前 充满了他对母亲健康的 不舍 以 以那种 很舍不得健康被宣布 已经宣布 就是变成士奇的那种 啊 可能就是健康的判刑吧 我只能这样讲 我想 我看了其实感触蛮深的 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你看 你成长中 正要踏入社会的 儿女们 为你的焦虑 所付出的 那种期待 嗯 其实 这个叫做不要鸵鸟心态 你早来处理 你根本就 很轻易就可以处理的问题 而且现在的乳癌 就是一起乳癌 五年的存活率 就可以达到95% 二期都有90% 对 潜力的机会 当然是有的 就是三期五年存活率 也有到百 百分之85以上 当然四期就差很多了 四期五年存活率 能够30%就不错了 这这个真的是 其数就几乎 也决定了你的意乎 那何况 现在国家在推的 早期发现 尤其概化点那种摄影筛检 发现的很多零期乳癌 他十年的存活率 是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 几乎潜移的 所以这样的契机 还是 还是真的需要 跟各位好好的讲 这些诊间的病人的心理 以及目前大家的观念上的迷思 以及纵使在台北市 知识水平高的 的社经地位的都会区里面 像这样的错误的迷思 错误的想法 以及不敢面对他 用鸵鸟心态 期待奇迹出现 这个每个月几乎都会看到 是 我个人都会看到这样的 全台湾生的医生这么多 那么广大的偏忽一定有的 对 教授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大家在头脑心态 然后来的时候 都会想说自己会不会好 然后在上面涂上神奇的药膏 教授也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对 就是不要再用偏方了 对 这个偏方 这个是台湾的 民间的传统思维 有的人 他就怕说 医疗恐怕会到他进程手术 有人又以耳传而说 那个癌症不能动 一动了就会 怎么一切片 一切片他就跑出去了 对迷思 这是错误的 对 今天的癌症诊断 百分之百要 尤其是乳癌 百分之百是经过切片来诊断的 对 对不对 那你不切片 谁有办法帮你诊断乳癌 对啊 包括美国总统第一夫人 她的乳癌诊断 也是经过切片来证实的 你想跪回美国第一夫人 难道他会接着不应该切片吗 嗯 我们这样稍微逻辑一想 你也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 真的 但当下在很慌张的时候 可能就是 他会周遭的朋友 会给他意见 对包含你自己 然后周遭的人都 给你很多意见 集体恐慌 嗯 然后大家给的意见 可是很想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说 其实生病的人 是我们自己嘛 嗯 其实没有人可以为你的决定负责 他们会给你意见 但是当要找人负责 你接着 你要找谁来帮你负责你的健康 对啊 是你给我那个药膏的 他怎么会帮你负责 他可能就说别人用都有效 为什么你没效 哈哈哈 立刻 真的 其实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八观 真的药膏还好 有的人 我们台湾人就有一个习俗 习惯 有的人就吃偏方中桃药 神奇的树根 嘿 神秘的水 他就自己想 想到 一个 因为听说 人家怎么样 有的人说 哎呦 舒畅说癌症可以不用 手术就会好啊 等等的 很多很多 就是那种吸引力 就把它吸到那种 很很不标准 不应该的治疗路径上面 那最后呢 当你大梦初醒之后 当你发觉机会不在 当你发觉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你后悔 可是你要谁来帮你负责呢 对 对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是啊 等你花了很多钱 有的时候你去吃的偏方 中药草药 便宜还好 如果说有心人 又利用这个心态上的 没有便宜的 没有便宜的 只有很贵跟超贵 米娜说没有便宜的 只有很贵跟超贵 因为米娜有身边 呃 就是成年里面 蛮多乳癌的社群 然后很多年轻的 对 他会听到大家的治疗的心路历程 没有便宜的 没有便宜的 就是我们常常 大家在确诊乳癌 提醒大家第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皮包关起来 皮包关起来 要先关起来 拉拉链 因为那时候就是 太多偏方了 神奇的水 神奇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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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就想说 他就开始利用气功 对 不是说气功不好 但他是一个运动 不是不是 他是一种运动 但那个不是 在你治疗的 之前的首选 这些所谓的辅助量法 療法 包括什么营养饮食 生机饮食 中药 中药 那个我们都不反对 对 而是你应该接受 一个标准的治疗之后 你身体的调养 再来后续的 把主要的 对 的障碍 取除之调 我们再来做 调理的动作 这个是 不违反的 没错 所以有任何的辅助治疗 或是民俗疗法 一定要搭配的 正统治疗使用 然后 要跟医师讨论 是最重要 医师才可以 保护你的安全 我们今天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就是 就是杜石金教授跟我们的分享 然后在这边 再跟大家就是拜个晚年 对 那千万呢 真的 不要 铜鸟心态 不要想要用中草药 来起到正常的治疗 也不要说 我利用我的信仰理念 我用生机饮食 我 那个 会飞的 会跑的肉 我不吃 甚至 我要搬到山上去住 那边空气好 就会让我抵抗力增加 真的 这个很多很多的 方法学 我们都看过了 但是 都会失败 你还是要标准的治疗 之后 你再来 走你想做的调理 好的 那我们新的一年 祝大家都见见 都能平平安安 健康快乐 当然就是 事业心想事成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再见 还没获断 孔子 除了 你 在